这是我见过的几乎是最小的迷离主机 742×742×44 4.5 它仅仅只有0.23升的体积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空耗CPUN97的超小低空耗迷离主机 GMK G-MOK G5 看看N97所在的位置 它上面的N100、N200还有N300、N305 我们测试过很多 它下面的N95我们也测试过一些 维尔没有经手测过的就是N97和N50 希望以后也有机会测试只有双核的N50 N97也是适合视线程 但锐频最高3.6GHz 比N100高了0.2 同是24EU核显 但TDP直接就是12W 虽然我们的N100跑6W功耗释放的也很少 一般都在10W以上 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很好奇 N97表现能最上N100吗? GMK G5小主机 它装置了N97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程 24EU的Intel UHD核显 12G板载LPDDR5内存 M.2SATA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加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说明书 这块单槽小电源是Type-C接口 12V3A 最高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实在是太小了 赢银一卧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3.2A口 侧面板 TF卡插槽 后面板 音频接口 Type-C电源接口 双HDMI2.0接口 千兆网口 USB3.2A口 顶部这一块三面都有通风口 取下四颗底部螺丝 从这里敲开 看看内部接口 内存是板载的 2242的M.2SATA SSD 这里可以看见不线网卡 来比较一下 这小主机 比以前我们测试过的EM680 竟然还要小上一圈 BIOS里 我们能看到P-L1 设置的是12W P-L2是1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W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稳定在12W 整机功耗24-25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9GHz 我们一直 单烤了30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2W 时温31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97度 SSD温度最高36度 CPU-Z 多线程1307.2 单线程329.4 和我们测试过的多款N100小主机相比 多线程成绩竟然是差不多的 与最高的GMK G2的差别很小 唯有单线程成绩不如N100 GIG-BENG5多核2874 单核793 好家伙 还是在N100中间啊 多核比GMK G3还要高一些 GIG-BENG6多核3191 单核990 仍然还是排列在前 比G3高上那么一点点 CLE-BENG R23多核2921 单核783 又比G3高了几分 PASMARK多线程6095 单线程1750 也跑上了6000分啊 非常不错的成绩 综合上面的比较 GMK G5N97 多核成绩赶上了N100 和我们测试过的GMK G3的 多核成绩几乎一样 排名与所有的N100产品相比 性能都算是很好的 这么小的体积 性能发挥不差 不过实施求是的说 N97的单核性能 落后N100 大概20%左右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431,973 CPU得分 164,936 我们还给N100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487,425 XX20 248,127 CORMARK 10,197 CORMARK也超过了10万分 很好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最低60升左右 也难玩吧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W2GB非压缩信号 连接索利OLED电视 也能输出4K60Hz 8W2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音节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M.2SATA接口 500多兆B 这就是SATA的速度 WiFi测试 8821C1WiFi5无线网卡 接近3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WiFi5的很好水平 这台GMK G5小住机 装置了低功耗N97CPU 12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6瓦 待机最高功耗才9.5瓦 按这个结果 36瓦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31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6度 SSD待机温度34度 CPU测试满载的噪声 接近51分贝 收回在耳边40亿分贝 GMK G5小主机 12瓦的功耗释放 性能发挥 出乎我的意料 算是真的非常不错 在单核输给N100 大概20%的情况下 多核成绩进入N100的第一梯队 与最好那类N100互相上下 经营也不错 虽然满载测试时 超过了40分贝 但待机和实际应用中不吵 机身小巧是它的一大亮点 顺便说一下 PD电源也可以带动它 缺点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 一个嵌在网口 可能会导致用途受限 但它作为一台移动的HTPC 那还是非常合适的 总结一下 G-MOK G5已出厂12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超过了不少N100的小主机 多核成绩排在前列 散热和静音稳定 接口方面一般 它只有0.23升的体积 性能不俗 也是一台真正的口袋迷你电脑 喜欢移动HTPC的朋友 来看看它 反正我觉得比任何盒子都好 包括Apple TV啥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